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父爱如山 母爱如水 但父母在孩子心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妻子为赚钱养家 竟将丈夫的尸体藏进冰箱的电影 上期我们说到 东青帮明王找到了弹琴人 于是明王决定送他一件礼物 早上东青醒来 却发现自己变成了赵丽 原来明王说的礼物 就是把他和赵丽的身体互换过来 花心的赵丽使用东青小白脸的身体 静静的撩妹 这个手法不愧是情场高手啊 看到这一幕的东青起得七窍生烟 那可是自己的身体 怎么能让他顺便沾花惹草 败坏自己的名声 于是他要求赵丽给变回来 可赵丽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啊 而有这个能力的只有山神和明王 肯定是明王干的 就他有这本事 还无节操 无底线 无奈的他们只能找到山神 第二天 他们开着车 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上 可刚到这里 他们就遭到了一个小男孩 小山的捉弄 于是赵丽用了隐身符 让小山误以为他们已经离开了 就这样 小山把他们带到了山神的跟前 此时的山神因为没有人供奉 身体很是虚弱 就连自己的庙堂 也被人类拿去盖房子了 不过 山神在小山的心中是存在的 他相信 只要自己保护山神 保护大山 就能让自己的家园 恢复到原来的样貌 可现在的高山 已经被开采得满目苍蝇 山神的力量也很微弱 不过 他答应帮助赵丽和东青 但他们也要帮小山 找到他的父亲 原来 小山的父亲 在十年前发生旷难的时候失踪了 为了报答小山的供奉者恩 他就想帮小山找到他的父亲 可小山的父亲 根本就没有被埋在山上 身体换回来的他们 就带着小山来到了宾馆 在半夜的时候 他们的房间全部被冰覆盖 赵丽和东青被冻醒后 发现房间里有一个满脸冰霜的鬼魂 原来他就是小山的父亲 大山 大山也不明白 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 但自己的灵魂却一直都在忍受冰霜的煎熬 为了查明真相 他们找到了小山的母亲 辣子西施 辣子西施是个母叶叉 直接把他们给揍了一顿 从村民的口中得知 辣子西施家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波男人 家里还放着一个超大的冰箱 知道这些的赵丽就认为 辣子西施是一个人尽可夫的人 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山 大山听到这个消息一脸郁闷 这绿帽子戴得有点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宾馆停电 他们发现 大山身上的冰雪开始融化 想到辣子西施家放着的大冰箱 他们猜测 大山的尸体是被冻在冰箱里 可辣子西施不可能让他们进家查看 无奈的他们就趁着天黑 偷偷潜入了小山的家 但冰箱还是没有打开 就被辣子西施给发现了 于是东青就说出了实情 这才让辣子西施打开了冰箱 原来当年发生旷难 大山是第十具尸体 根据当地的规定 旷难死亡人数超过十个人就要疯狂了 领导为了不受处分 就让辣子西施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 而领导也会定期给他钱 让他供小山读书 辣子西施知道 如果大山的死被上面知道了 也只会给他一笔抚恤金 之后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断了 为了孩子 他只能同意帮忙隐瞒 而那些隔三差五过来的人 就是给他送钱的 只要能把小山送出大山 只要他将来不当矿工 说我什么都行 知道真相的大山 这才明白了妻子的苦衷 辣子西施在知道尸体不下葬 丈夫的灵魂就不能投胎之后 就打算不再隐瞒 但此时的大山 却选择继续忍受寒冰之苦 这为让妻子和孩子 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你这些外乡人懂什么 这座山有山神 我见过 神生于人心 死于人心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